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6月12日 在金钟政府总部和立法会附近一带 持续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 使换羞翘作声 本集经营线 由十字凌 척 从事 inveja 占路 开始之后的十 tongues内 本台拍摄的所有新闻片段 按实时和地点 再重新整理一次 尽量还原每个关键时刻 到底示威者是否过于暴力 警方有没有濫用武力 现时的投诉机制有什么漏洞 6月12日早上 大批示威者在政府总部 和立法会附近的道路聚集 部分人是通宵留守的 7点45分 示威者开始堵塞农和道的交通 接着到下阔道 而在立法会外的农会道 和天美道一带 有示威者用铁马堵塞马路 警方就在立法会大楼报放 那天当然是阻止他们开会 令他们要撤回送中策例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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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预备一些小点的东西 带着帮和口罩 7点凌8点开始冲下学道 我都冲了出去 然后多人回到天美道 立法会在早上11点已经宣布会押后会议 当日原定议程 包括恢复二毒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大约3点半有示威者向前推进 混乱之中有人用铁资攻击警员 警员以警棍还击 第一轮冲突大约持续一分钟之后 警方出动胡椒噴霧驱散示威者 示威者一度向后退 示威者身处的位置地上有一堆砖头 有人收起 本台拍摄到有两次钉砖 大约一分钟之后 警方第一次发射布袋弹 之后就向后退 示威者再向前推进 这个时候本台拍摄到三次有人扔砖 警方继续将防线向后退 示威者进一步迫近 最后突破警方防线 进到立法会停车场 警方再后退 并再次发射布袋弹 示威者一路推进入到立法会示威区 直至到立法会的玻璃场时退无可退 他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起手立法会 一是继续做我们警察的天职 维持立法会的安全 大约3点10 警方全面反攻 施放催泪弹 重新报防 将示威者驱赶出去立法会大楼范围 并且再度施放催泪弹 驱散人群 一阵的警力一直阻碍了 在外面一堂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我们捂住 自己小心 我一直觉得想搞到他们被人攻击 所以他们要反抗 所以就扔催泪弹打我们 他们就先约细 所以你们打我了 我就要打你了 快点离开 快点离开 警方将示威者驱离立法会之后 逐步将防线推进 有示威者走避到中信大厦外面 民阵集会的地方 要洗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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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进入这里 大家进入新大厦 我们知道原来民阵是有一个合法集会的通知的 警方从左右两边夹弓向人群施放催泪弹 一度同时施放超过10发催泪弹 在催泪弹哪里射过来 因为我们不停有时都听到那些啪哩啪声 我们是没有相信是射你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当你的经文都未定的时候 我就发现原来在台中间都在冒烟 大批示威者想走进去中信大厦躲避 我们是没得走的 我们后面扔催泪弹过来也好 前面扔催泪弹也好 前后我们都是防部警察 然后我们唯一的逃生路就是中信 只是开了一道很小的 前面我们有几千人 没想过会扔在人中间 最右手边的那两队玻璃门是未开的 那些人在那里拍 那就真的好像撕灭列车 韦小姐结果和部分人 经由停车场进去大厦 有人不惜倒地 而在立法会爆发冲突的同事 另一边的天华道 原本在防线前面的防暴警察 在三点半过后 突然陆续后退 只有少量俗称速龙小队的 特别战术小队应付示威者 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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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点九 示威者冲破警方防线 从龙和道冲进天华道 而下阔道的示威者 也冲进天华道 警方期后不断向人群施放催泪等 不需要几分钟 警方后退入政府总部 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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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华道被示威者完全占据 最后从龙和道 来到触控的速龙小队 不停用警棍驱挂人群 警方期后再到密集地施放催泪弹 示威者向下角散去 在下角有示威者怀疑面部中弹 警方不断施放催泪弹和发射煲袋弹 这名示威者被击中 我爸爸本身站出来和警察理论 叫他们不要发射出雷弹给年轻人 直到他走出了少许记者位 就被警察用橡胶子弹射低了 当日中枪的时候我爸爸本身是不知道的 因为根本就看不到在哪个位置射出来 但他走出了时就发觉下腹这个位置很痛 然后皮带断断了 就发现原来自己中了两颗橡胶子弹 因为中了一颗就有射中了新的 612警民冲突 警方初步统计 施放了超过150枚催泪弹 20发布袋弹 和几发橡胶子弹 到傍晚在政总和立法会周边的道路 大致完成清场 至少80人受伤 亦都为警民关系带来难以修补的裂痕 示威者不是暴徒 我们看看当日6月12号清场的画面 希望大家可以留下一两房 看看警察为何要用过分的武力 去对待和平的示威者 612冲突当日 警方是否适当使用武力 在社会上掀起争议 人家急救啊 其中在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的时候 有警员是平射的 水平的角度去射出呢 人权律师庄耀光看过新闻片段之后 因为有问题 那当然你就算订尊专 你是不是有必要开枪呢 我看法都未去到这个地步 尤其是平射呢 很难去证据得到 因为这个平面的射 就有机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伤亡 比如说射向人家的头部 在欧洲人权法庭 2013年正正就是说 平面的开枪 这个是违反人权的 甚至构成一个酷刑 在香港来说 法律是不容许的 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说 不会评论当日的行动 但是就说一般来说 平射并不是瞄准头部 我们用肩膀水平线去 是不是打头的 是打我们身体 大部分不致命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他射到头呢 那是有些客观的因素 例如他移动 又到处移动 或者他想做一些动作时间 令到他的头部被固定了 而6月12日下午4点过后 在天华道和下阔道一带 出现多名警员 围着示威者使用武力的场面 我们警队使用武力 是一个很严谨的指引 但是我绝对相信 我同事是不会用武力 去伤害一些不应该伤害到的人 如果他已经制服了那个人 如果你再打下去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过分使用武力 之前有朱经伟案 例如七经案 你已经完全制服那个人 那个人对你不可以有任何伤害 你再用武力去打他 其实这个很明显是冷权的 中信的情况很难合理化到 你的目的就是驱散了 要有时间给人去遵从你的警告 假设有警告 你有没有需要放催泪弹呢 因为催泪弹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 当日用的是烟 用的是一部代弹 一些非致命性的武器 用一些橡胶子弹 非致命性的武器 用来驱散和制停一些人的武器 所以我们的分量来说 这些武器已经是很低层 现时金中一带是非常混乱 现在已经是一个骚乱的情况 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都看到是一个和平的示威者 他们是不需要担忧 他们是干犯了暴动罪 是一个和平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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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事件后 过几星期 有示威者发起包围湾仔警察总部 我持不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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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20岁 对发名豪仔的青年都有参加 他也有在6月12日出来示威 基本上他只要定性这个活动是暴动 你任何人出现在那里 即使是立喊或者坐在那里 你都是干犯暴动罪 我那时已经知道 原来我已经是一个参与暴动罪的暴徒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他说现在示威者之间 未曼着一种白色恐怖 他们都不敢留下 可能成为参与过示威的证据 担心被秋后算账 基本上我们这班学生 我们这班年轻人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没有人识 他们想怎么租资我都可以 所以事后有计划通话记录 即WhatsApp、RG那些记录 还有有换餐 我12日在场的时候 我的发型都是无缩的 都是特意想弄得跟他们不同 让大家认识不了 那算是保护自己 最逼切的是要去检讨 为什么警察可以冷权 或者可以这么暴力 去对待一些所谓的和平示威者 发生警民冲突之后 监警会至今收到 超过90宗市民投诉 在现行机制之下 市民要投诉警员 会先由警方的投诉警察课 跟进调查 然后向监警会提交调查报告 监警会在审核报告的时候 如果有问题 可以向投诉警察课提出质询 但就不能直接调查 或者处分违规的警员 法律学者张达明 在2009至2014年出任监警会委员 他说现行的投诉机制 是没有办法处理涉及大型警民冲突的投诉 监警会的法定职权 只能够处理一些和虽回报投诉相关的事业 所谓虽回报投诉 一定要由一个直接受到警员的行动影响的人 去作出才行的 旁观者是不行的 第二个局限就是 整个设计的确不是针对警队高层 所以投诉警察课的编制和人手 基本上是调查不到高层的 监警会是在2009年成为独立法定机构 在每年审核的投诉指控之中 最终被归类为无法追查的比例 由最初几个年度的大约1成6至1成8 及至2013至2014年度开始 比例持续上升达到超过三成 无法追查的原因 包括无法确定被投诉的警员身份 或者未能取得投诉人合作 张达明承认整个投诉机制有很大局限 监警会的角色只不过是给意见警务署处长 警务署处长不一定要接收这个意见 同意这个意见 我们都透过理性讨论 大家去谈谈之类 但虽然很长时间 甚至最后有些事件 大家谈不定了 拿不到共识 唯一一招 就是将报告提交给特首 过往我们试过 有三两次 监警会和警方达不到共识的时候 交报告给特首 特首就说我收到了 谢谢你 接着没有去处理 支持警察 支持警察 验证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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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暴徒 验证暴徒 验我法治 对于612冲突 是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政府一直都强调 现行机制行之有效 警察队援助级协会 也不赞成 整个行动 我们的警务人员 内行人来说 觉得做得很好 但在林太 将这个烘烘的议题 暂缓了之后 整个形势 整个压力 整个战靶 放在我们警务署 放在当日我们的基层 的同事身上 警察应该做的工作 要做一件事的情况 都是被人说 这是很奇怪的 他们虽然经常说 警察投诉科和监警会 是没有牙的 老虎太細信 我不同意的 你看到过往 在占中事件 我有几位同事 是透过这个机制 去到法庭受審的 所以很明显地 这个机制是有效的 独立调查的 那个功用 就不是单单针对警方 更加不是针对 前线执行职务的警员 而是反为 就这件事件 做一个 比较客观 全面的检讨 看回整个警民冲突 他那个起因 过程是怎样 有什么地方 需要改善的 所以现在要找一个方法 如何重建 警民的护信 让我们可以再去上路 这些人 那些人 考虑